子晴 昨日都不见老四人 场阵险些冤枉了你 王爷知道皇上明察秋毫 不会冤枉子晴才没来的 老四啊 看样子 真让你自己选妃是对的 瞧瞧 选了个这么讨喜的 父皇 儿臣听说楚国使者又推迟了来访时间 那秋烈何时进行 啊 子晴 还是头一回入宫吧 姨妃娘娘赏过茶喝 当时连夜入宫 还没认真看过 来人 带妖王妃到玉花园里转转 好生伺候着 谢皇上 前面的丫头 站住 没规矩的东西 见了本皇子 不值得要下跪吗 见过妖王妃 你就是韩子晴 这位公子免礼 子晴见过十皇子 四哥也来了 王爷正在御书房陪皇上 子晴闷得慌便出来转转 嫂子 好嫂子 我刚刚不知道是你 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大人大量 千万别告诉四哥 好不好 老师 你这是把谁给得罪了 得要给四嫂问安 七皇子不必多礼 四嫂 老师就是这个性子 若有无心之过 还望见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别恼了四哥 区区小事 误会而已 我当然不会告状 真的 四嫂你大人大量 走走走走 我请你去我玄镇宫 磕茶听曲 难不成 离哥公子答应你了 正是 我厉害吧 到时候给父皇一个奸血 你可得帮我保守秘密 放心吧 一定保守 四嫂 一同过去吧 那一本歌就能够 没了 你一定保守啊 被你帮人有关 到时候 都 congress 子与上 都死得了 颜色也有关